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不太参与还同间常见的打闹游戏 而是喜欢独自一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当其他孩子在追逐和嬉戏时 他们可能更喜欢安静地坐在一边 看书或者凝视远方 这种孤独并不是出于不得已 而是一种选择 他们可能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 例如对宇宙的好奇 对哲学的探究 或者对艺术的深沉热爱 这些兴趣与追求 往往与他们的同龄人格格不入 使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 他们的家庭关系通常也很特别 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灵性高的人 与他们的家人之间有着浅薄的缘分 这不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和谐 而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显示出 对深层次思考和灵性探索的渴望 这使得他们与家庭成员 在思想和感情上有着某种距离 当谈及朋友 这些灵性高的人通常没有很多密切的朋友 他们并不是不善于交际 而是因为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 与一般人有所不同 他们寻找的是那种能够理解 他们内心世界的深刻连接 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玩乐或聊天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朋友 而是他们在选择朋友时更加谨慎和挑剔 他们渴望的是那些能够共鸣 他们思想深处的人 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看似高远 却又充满深意的话语的人 在他们看来 友谊不是量多 而是至今 寻找那种能够触及灵魂的深层次连接 这种对朋友的挑剔 有时让他们被误解为高傲或者过于理智 但实际上 他们只是在追寻那种难以言喻的 超越表面交流的深层次理解 他们希望能与别人分享 他们对生命 宇宙存在本质的思考 而这些话题往往不是一般人日常交流的内容 灵性高的人对于追求也有着独特的看法 他们不会沉迷于物质享受或者社会地位的追求 相反 他们的兴趣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成长 例如冥想 哲学思考或者医术创作 这些追求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兴趣 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在这样的追求中寻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当其他人忙于追逐外在的成功和认可时 他们更注重于内在的平和与自我实现 这种对内在世界的专注 使他们在众人眼中显得不同 甚至有时显得神秘 这种神秘感其实来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感受 他们对生活有着更深层的洞察力 能看到许多常人忽略的细节和层面 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以独特的视角看待世界 并从中获得独到的启发和感悟 当我们谈论那些从小就爱阅读 对内在心灵探索充满热情的人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描述一群特别的个体 我们其实是在讨论一种超越普通理解的精神状态 一种深入骨髓的渴望 对知识和智慧的无尽追求 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书籍 透过文字页页进行心灵的旅行 在这些书页间 他们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安宁 一种心灵的慰藉 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往往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 他们的思考深邃 充满了智慧 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智慧的追求 并非一蹴而就 他们从小就埋藏在这些人的心中 如同种子般 在时间的滋养下逐渐发芽 他们的内心世界 丰富且多彩 他们对于心灵一提的探讨 深入而彻底 他们的悟性 令人惊叹 在遇到生命中的各种难题时 他们总是能迅速领悟其中的奥秘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种悟性 不仅仅是智慧的体现 更是对生命深刻理解的展现 这些人拥有超凡的智慧 他们的思维不受常规束缚 总能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发现新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智慧 如同明灯 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 他们的洞察力惊人 能够敏锐地捕捉周围世界的细微变化 这种洞察力 让他们能够深刻理解他人 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然而 这些内心深处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人 他们的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 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这些挑战 有时是来自外界的不理解 有时是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但正是这些困难 磨练了他们 使他们变得更坚强 这些人从不放弃 寻求真理的道路 即使面对重重障碍 他们仍然坚定不移 他们的坚韧不拔 如同钻石一般坚硬 无法被打破 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 像钻石一样闪耀着光芒 这颗心不仅坚强 也充满了温暖和同情 愿意帮助那些 在黑暗中迷失的灵魂 他们就像是 在污浊的环境中生长的莲花 尽管诸遭环境艰难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 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存在 就是对逆境的最好回应 这些人做事有原则 他们恪守本分 不越举 他们知道如何 在复杂的世界中 保持自己的纯洁和善良 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 他们的生命故事 是关于坚持和勇气的故事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只要有希望 就有光明 这些人的故事 启发了无数人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生命的路途多么崎岖 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和不屈的精神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他们的智慧和洞察力 是我们所有人的宝贵财富 通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学习到 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 当我们谈论那些 灵性高度发展的人时 我们不禁会想到 他们身上那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不仅仅是生活在 我们周围的人 而是那些以其慈悲和善良 影响我们的人 这些人似乎总是能 以自己的内在力量 为周遭的人带来希望和勇气 他们从来不会随波逐流 也不会盲目跟随他人的脚步 相反的 这些人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内在成长 努力提升自己的认知层次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往往与众不同 他们不追求与众相同 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即使这意味着孤独 这些人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孤单 只是他们在寻找那些 与自己同频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往往走上了一条 孤独的成长之路 这条路上少有同行者 但正是这种孤独 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和反省 通过这些思考和反省 他们培养出了不凡的品格 这些品格不仅仅是 关于坚强或者勇气 更多的是关于深度的理解 和宽广的拥抱 他们了解到 真正的力量 并不来自于外在的成就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善良 这样的人生观 让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 各种挑战时 总能保持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他们相信 每一个经历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个困难都是自我提升的契机 这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不仅仅影响住他们自己 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了周围人的一种启发 他们的行为和态度 能够激发他人也去追寻内在的成长和提升 当我们看到这些人不畏孤独 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时 我们也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 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这种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它来自于真诚和纯粹 当这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智慧时 他们所传达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精神 他们鼓励我们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去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他们教会我们真正的成长和进步 来自于内在的觉醒合作我认识 这种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和耐心 灵性高度发展的人懂得这一点 因此他们从不急躁 他们知道每个人的成长节奏都是不同的 重要的是要尊重并信任自己的过程 他们经常在孤独中找到力量 在寂静中找到答案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社交或人际关系 实际上他们非常珍惜与他人的深层次联系 但他们更加重视的是质量而非数量 他们宁愿与少数几个真正理解和支持 他们的人深入交流 也不愿与大量表面的关系浪费时间 在我们周遭的世界中有一群特别的人 他们的认知水平似乎总是高出同龄人一筹 这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个体 他们的思考深度和视野广度 经常使他们在与同龄人的交流中感到困难 他们更倾向于与那些智慧的长者交流 从中获取知识和灵感 在当今的社会中 和群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美德 人们经常被期望融入群体 遵循社会的潮流和规范 但这种和群背后 往往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代价 为了融入他人 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真实感受 扮演一个讨好他人的角色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人们为了避免冲突 经常说着违背自己内心的话 做着自己并不真正想做的事 这种行为模式的背后 是对他人不满的恐惧 是对失去群体认同的担忧 有些人选择这样做是出于善意 他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真实想法 而伤害到他人 而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利益考虑 他们希望通过讨好他人 来获得某种好处 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 这样的行为最终都会让人 背离自己的本心 活在一个虚假的自我中 对于那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人来说 他们选择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们不追求与众不同 但也不盲目追随他人的脚步 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即使这意味着必须面对孤独和不理解 这些人拥有着足够的勇气和坚定 去面对那些难以表达的真实感受 并且不害怕在众人面前展现真实的自我 这种勇气来自于深刻的自我认知 他们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也了解自己在这个广阔世界中的位置 他们知道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不来自于他人的认可 而是来自于对自己真实本性的接受和珍惜 在这样的认知下 这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通常能够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 他们不是在寻找那些仅仅因为 共同兴趣或表面相似而建立的关系 而是在寻找那些能够理解和共鸣 他们内心深处想法和情感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经常会发现 与那些经历丰富 智慧渊博的长者交流 比与同龄人交往 更能带来心灵的满足和成长 这些长者通常能提供更深刻的见解 帮助他们在灵性的道路上进一步前行 然而 这样的道路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走 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往往会因为他们的不同而感到孤独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与大众不同 这有时会导致他们被误解 甚至被排斥 但即便如此 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 他们知道 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对自己内心的深度探索和不断的自我提升 他们并不追求获得所有人的理解和认可 而是寻求那些能够真正与自己共鸣的深刻连接 所以只有当你离群所居时 就能做自己了 不用再勉强配合他人 也不用为了别人感受而说些谎话 当然当你走到很高的地方时 就算荣于是俗中也能做自己 事实的离群也是一种智慧 但是并非鼓吹你完全不与他人互动 而是鼓励你和可以共同成长的人互动 若身边有不错的亲友 也可主动与其维系关系 你们会不断地提升对方的心灵品质 彼此都是有爱的 不会消耗对方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就先跟自己相处吧 否则硬要和不同频的人来往会很辛苦的 每天听他的荒谬言论或是无理反驳 就够恼人的了 他还不时对你提出过度要求 干扰你的生活 如果聊的话题并无共同点 你想聊自律修心 他只想聊美食炸鸡 根本是无法沟通的 修行到一定的程度 可以和大多数的人都处得来 但处得来不代表要勉强一直相处 你可以包容他的无知或无理 但没必要硬是凑在一起 否则哪有时间成长呢 修行是为了活得更平静喜悦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负能量拒于门外 对你没有爱的人 你也不用再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 有些人是无法感化的 付出再多也无用 那是他们业障太深 所以真心爱他们的人 他们是留不住的 人能把自己顾好就不容易了 不要背负太多他人的课题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